上拉越古近的CityOne购物广场一家餐厅 发生严重爆炸事故 导致三人死亡 44人受伤 经过警方调查 这起爆炸事故是因为煤气泄露所致 当中不含任何形式或武装元素 尽管爆炸事故没有影响商场的建筑主体 但是购物广场管理层还是决定 暂时关闭商场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而沙州副首长纳都阿玛道格拉斯 也呼吁萧整局尽快提成报告 以重新研究处理类似事件的标准作业程序 位于沙拉越古近的CityOne购物广场 在昨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发生严重爆炸案 造成三人死亡 44人受伤 而购物广场里到处都是碎砖烂网 一片狼藉 经过警方调查 这起爆炸案是因一家餐厅发生煤气泄露所致 事故完全没有涉及任何形式或武装元素 纯属意外 此外,沙州副首 首长纳都阿玛道格拉斯 今天许事事发地点时 也呼吁萧整局尽快完成调查报告 好让有关当局仔细研究 处理类似事件的标准作业程序 阿玛道格拉斯也表示 这起气泄露案并没有影响建筑主体 因此消整局只会封锁案发餐厅和附近的范围 进行后续的调查工作 并不会封锁整个购物广场 然而购物广场管理层仍然决定 暂时关闭整家购物广场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NTV7综合报道 NTV7细研究章